2020年7月24日 上年期第十六周星期五尼撒读经分享 耶稣说 凡听天国的话 以不了解的那恶者就来把杀在他心里的奪去 这是指那撒在路旁的 《马逗福音》十三章十九节 分享 耶稣是善目 他心爱自己的羊群 他不希望有羊失丧迷路 他劝导人要有正确的思想 追求正义 关心他人的福祉 阅读天主圣言 就是听了天主的话 耶稣说天主的话 就是善的种子 首先要寄属 当默想其意义 将话埋藏心内 然后将话实践 遇到困难时 求主帮助 再接再来 不断改善自己的行为 结出善果 光荣天主 《马逗福音》十三章十八至二十三节 天主常看守着世人 由于木人看守自己的羊群 他切愿罪人回头 不再随从自己邪恶而环顾的心行事 耶纳米亚先知书三章十四至十七节 天父 求你随年我们 并广施恩宠 使我们的信望 爱三得日益热切 并能敬敬业业 恒心遵守你的戒命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孟 罗伯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